来到汇市焦点的时间 先看看今天有什么重点新闻 加拿大央行放晚加息步伐 只是加半厘 少过外界预期的四分三厘 而且预告息口接近见顶 但是美元疲弱 加元仍然连续升三天 曾经创了三个星期的高位 加拿大央行放晚加息的部分 反而巩固了市场的预期 美国联储局会减轻加息的力度 美元连续两天急回 曾经创超过一个月的低位 其他的货币诚勢反弹 欧元重上一旋 利安人民币急升一千个点子过外 上回到7.2楼上 先看看加拿大那方面的消息 加拿大央行放晚加息的步伐 而且预告息口接近见顶 但是美元就比较疲弱 加元仍然连续升了三天 曾经创三个星期的高位 美元对加元最新是报价1.3566 详细看下加拿大央行出乎预期 只是在加息半厘 幅度较外界预期的四分三厘比较小 指标利率就升到3.75厘 是超过14年半的高位 而央行就强调仍然要继续加息 是不是要回复去到加息传统的四分一厘 就要视乎经济的数据了 但是央行就表明了 利率已经接近见顶 又调低了经济预测 估计今季去到明年的上半年期间 可能会陷入轻微的衰退 而明年的经济增长 就预计只是不够百分之一 听下行长怎样说 加拿大那边放慢加息 而且美国的经济有转弱的迹象 进一步巩固投资者的预期 就是估计联储局将会减轻加息力度的猜测 估计下个星期加息四分三厘之后 12月有比较大的机会只是再加息半厘 美元连续两天都明显有回吐 美汇指数美段跌到109.7水平 创了超过一个月的低位 而十年期的债息也都一度失手了四厘 我们今天市场连线嘉宾李振豪 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会市的事方 Hello Frank 早上 早上 加拿大央行放慢了加息的补复 还有它表明了息口已经接近见顶了 你觉得有没有令到外界或者令到你觉得很意外呢 还有你觉得何时才可能会暂停加息呢 意外就不是很意外 因为其实看到它的通胀6.9%都在之前7%下跌了 二来就是说在加拿大本身自己的货币和美息的息差 其实都拉得很近的 所以是不是还需要那么激烈地防守货币呢 又没有其他国家那么迫切性 所以余游总总的不如就50点指摸着石头过河 再看看美国11和12月会不会再修正一些加息部分 才再考虑 这个也是比较权宜之计 还有行长都说了 其实预期都真的会衰退的 一些moderate的一些温和式的衰退 所以其实在整个格局之中 慢慢等待明年而去处理是对的 如果你说1.35这些位置 其实可能短期内会见到支持的 不过要注意就是11月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机会再加75上去 又会令到一些外币回回一些 所以暂时看1.35这些位置 若方看1.37附近左右 即是距离1.35到1.37先 但是看到家园那边都好像继续做好 那是不是已经消化了这个信号呢 相信是的 但是除了刚才说的销售之外 要看一些油 油最近都弹了一些 不过大家都知道 OPEC Plus都告诉大家 会减200万桶 但是需求明年是会明显修正 所以大部分会看油价是会跌的 不是升的 所以对于加资来说 比较中线来说 都还是有点悲观 所以在短期内 这些1.351.37先守住 再等多些数据才能够看到向前行 但是都朝向比较弱的走势 这个方向 那美国那方面呢 因为市场进一步 就预期联储局会放慢加息 那你同不同意接近加元息这个看法呢 还有美元已经急回了 其他的货币就有得反弹 那你觉得这个情况可以持续到多久 11月75点 我想没什么原谅 大家都同意的 现在那个争拗点 就是12月的息口幅度 还有就是会不会更改那个点阵图 因为毕竟9月曾经 将加息的目标向上调的 最重要是看11月10号 大家要注意 11月10号是什么呢 公布CPI 以往大家看到 美联储都是看着CPI 才是揭中或者考虑下至加息多少 如果13月3号加完75点 11月10号出了 好了12月还有一口的 所以如果那个通胀 看回核心通胀 现在是6.6 又6.3 再是6.6 如果继续升的话 大家有心理准备 12月那一刻就会75 那当然如果你说flag的 或者轻微下降的 那有机会再讨论回存空间 但是暂时看回Fund Watch 都是75 50 接着明年都是50 这个步速来走的 最后補出一点就是 其实看到现在那个加息的部分 或者在非美的地方都开始讨论 是否应该舒缓 而美国以一个领导的角色 相信就未必会那么快完全逆转 而且大家开始看到 经济慢慢可以软着陆 会不会一开始就立即逆转回 之前所说的东西 那机会也不大 所以如果你说75点指 看着50 以及75在12月 这些预测会比较可信性较高 好啊 我们看看其他的货币先 美元转弱 其他的货币明显反弹 好像离岸人民币 昨天一度急升超过1000个点指 升幅超过1.7% 是有纪录以来最大 而美元对离岸价由7.34的水平 急错去到7.2以下 低见过7.18的水平 不过今早就略为回升 现在最新是7.2188 看看英镑那边 英镑对美元连续升第二天 昨天升接近1.4% 重上1.16的关口 创超过一个月的高位 而英国新任的首相 新委城虽然推迟了中期财政规划 由下星期一 然后去到下个月中才公布 但有传考虑加税和削減政府的开支 努力恢复公共财政 现在英镑最新是1.1617 看看占美匯指数最大的欧元 在欧洲央行今晚公布 议息结果之前 连续第五个交易日 又得升 昨天升1.1% 重上一算的水平 一度逼迫1.01% 现在最新也是企稳一算的水平 报1.0069% 补充一句 市场估计 欧洲央行会再加息四分三厘 亦预告会继续加息 Franca 想问人民币方面 人民币借着美元回落 急升超过一千个点子 其实重上7.2的楼上 你觉得站不站得稳呢 还有看它对一蓝指的货币 曾经创了一年的低位 你觉得它的贬值压力 大不大 短期的压力 其实会见到存在的 当然昨晚看到美金 穿了1.10去回到1.09 有些支持人民币的升幅 还有市场有部分银行 买入里岸人民币 这些都是很短暂的 和被动的一些方式 令到这个所谓贬值 或者这个弱势去一些暂停 但是不代表是一个逆转 因为始终整个人民币本身 比起其他非美货币 其实跌幅比较少的过去 现在做一些小小的 跟回那个大队去跌势 补充回来也很正常 而比较中线的观点 就是看会不会经济真是向好 最近出了3.9 GDP其实都比预期好 如果第4Q真的慢慢恢复 或者复偿 相信人民币贬值才拿回信心 暂时短期内7.2 这个横线可能会比较 大家有一个阻力 再下来就相信都不是很远的 7.25的水平 但是7.25的阻力应该是比较大 明白 欧元刚才都说了 已经重上一旋的水平 今晚欧洲央行就会异食 大家都估计会加息4分3厘 你觉得站稳一旋流上 有些什么条件 还有是不是真的可以 长远来说 都还可以站稳一旋呢 一旋是反映75点子的加息 因为補充过去这么多次 美国加得这么快 欧洲都没有什么表态 75点子其实去回一旋是正常的 落密点就是说 在拉加德会不会讲QT 即是收紧货币政策那些落密是什么呢 因为曾经有很多不同的国家 包括意大利都出声 你这样加下去真的会违约 有些问题 所以其实对于它有些压力 怎么顶住呢 还有它一些所谓 好像定向降准的方式 它的详程是什么呢 它的工具箱又说有很多的情况 需要详细地表达是什么 如果强行加息再加上QT 反而担心欧元是会转弱的 因为真的担心它有些会爆布 所以中间的落密点是什么呢 需要等拉加德去表达 暂时一旋会是比较可靠的水平 但你说再升到1.05 1.07之前的阻力位置 机会不大 在一旋里面徘徊 再等待消息 好明白 看看英国那边 刚才不是说英国那边 即是原本说下星期一 就会公布中期财政规划 现在推迟了公布 有传就说考虑加税和削減公共开支 但如果它推迟了 就变成英联银行 下星期二息的时候 就没有财政展望来做参考 这样来说 对英镑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想好像三位城所描述 现在问题已经不是方案是什么 是市场的信心问题 对于整个英镑或者英国的 经济状况的信心问题 因为这么短时间内 由一个南沿北斥 一个减一个加 接着再下一个问题 就算现在换了都好 好像止了那个跌势 因为始终减税 这个大家都觉得应该不可行 但如果加税 如果好像索描税 那些暴利税 有富人税 它是否执行到 又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一刻 这么糾结之下 不如postpone它 延持它 最后就是说 要等它出那份稿 是什么 第二就是说 在这个月里面 会否有些声音的压力 去阻止一些所谓 富人税 或者暴利税 那样东西 会令到英镑1.16 这些位置 有机会阻撓 而且好像刚才说 美国都要加息 所以落回去1.12 这些位置 会比较 机会大些 你说穿1.10 就应该机会不大 那英镑1.2 左右就是一个支持位 还有 多谢Frank的分析 会视焦点 看到这里 大家好 来到你移动追击 今天想和大家跟进的一只移动股 就是逆市急插的电力股 大唐发电 它是第三季的业绩 做得比市场预期差 开市的时候 已经是跌幅最大的股份 要列口低开超过一成 然后看着走势 都是一直在沉底格局 来到11.3左右 跌幅已经扩大到2.4 就落到1.26 这个水平 究竟为什么跌得这么急 盘数究竟是怎么去解读 就要请教嘉宾 这节有李泽明在旁边 Alan 你好 早晨Francis 早晨早晨 不如跟你先跟进一盘数 今次那盘数 我们可以分为主要两个数 来看 一个就是第三季度 一个就是首三季度 的那盘大数 如果我们先用首三季来看 好像挺好 因为见到倍升 升四倍过外 它那个纯利 如果头三季来计 是有七亿多人民币上 不过呢 为什么这里要红字 因为第三季虚钱 第三季它是要虚 六亿多的 其实就叫做亏损收窄了 因为你说如果对比去年同期来说 就是虚了十几亿的 都叫做收窄了 不过就要和Alan你刷一刷一下 究竟这盘数 为什么市场解读为不好 因为好像这盘数 看上去 亏损收窄 头三季看上去又四倍升幅 公司都说 为什么做到这盘数 因为电费 近期又开始加价 就叫做可以抵消到 能源燃料成本 上涨的这个问题 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自第三季 如果和第一、第二季度对比 真的差了很多 因为你看到头三季度 可以实现顺利 第三季度亏损 即是说 其实头两季度 其实赚钱 去到第三季度 就先开始亏损 但第三季度 本身就是市场期望 其实经营最好的一个季度 原因就是因为去年同期 的确是因为去年同期 尤其是去年第三季度 或者第四季度 就刚刚开始电荒 那段时间 刚刚就是首先煤价上去 但电费又未加 同一时间 就因为电厂 因为蝕得太厉害 所以就开始 发电量降低 所以导致去年下半年 出现内地 就是广泛大规模 电方的事件出现 所以去年蝕钱 大家都合理的 但今年第一季 第二季度 已经开始慢慢改善 而大唐本身 大家觉得这么多家 就是内地发电企业 里面的经营效率 或者利润 其实改善速度最快 因为今年 比第二季度开始 发举位首先限了煤价 同一时间 也逐步调升电价 去到第三季度 应该是电价 调到差不多是可以容许的上限 并且有部份城市 也都废除了电费的补贴 或者电费的优惠 所以理论上 其实收入方面 第三季度是相当之好的 同一时间 因为有个煤价限价关系 大家都觉得 其实这些电厂燃料的成本 都应该是受到控制的 所以本身市场预期 应该第三季度 大唐发电的利润 应该是比第一 第二季度更加好的 结果出来 就是蝕钱 还要蝕这么多 所以市场又极度高期望 变为一个这么失望的情况之下 所以股价才会有这么激烈 或者这么大幅度的反应 是的 其实看上去 就是因为头三季好像升 就是因为多得 Alan刚才提到 第一、二季就是复苏得好 托着头三季的顺利 不过就是第三季做得坏 要蝕钱 所以就说 于去年同期来计 就叫亏损收窄 你刚才说到一点 令市场失望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他们已经是电费价格升了 加了价格 亦都是他们集团 在今次业势里面 提到一个点 为什么盘数好像看似好看了 就是因为电费加了 但是你说不够扣的煤价 燃料价格上升 不如拿到煤价出来 和大家看看 其实你刚才都提到 现在那个煤价已经是限制了 记住大家 去年2021年 至年底期间 曾经炒到整个每吨 2000多人民币的一个动力煤 就是用来发电的这一只煤 后来因为内地的媒体 加上官方又发声 最后压低煤价 落到1000以下 其实如果你一直看着煤价 就是我们用2020年 2022年 这段期间 即今年来看 一直都算是一个 不要说太大变动 上上落落的格局 但都是1000元人民币 每吨这个水平 以下的 如果现在这个低位 其实今天大概是800元人民币 这个水平拉锅 怎样才叫做可能有机会 是令到下一大堂是可以 盖得上一条数 呢 其实去到好像没什么 再低位下去 看着那煤价 因为理论上 其实今年到现在 整体的 尤其是市场合约的价格 其实都是低的 理论上第一第二季度 其实那个电价和那个煤价 其实它都够盖 和承认到盈利 第三季度 没有理由出现一个亏损 这个也是市场很难理解的地方 究竟这一次的亏损 它有没有一些 究竟是燃料成本以外的原因 导致它会出现一个亏损 由于第三季度的报告 就没有半年报 或者是全年报 那么详细 是很比较简单的 一些数字 是的 公司本身也没有即时出来解释 为什么第三季度 其实会出现一个亏损 或者和之前市场预期 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所以我想市场 或者很多粉丝 其实都在等待公司进一步解释 第三季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亏损 我想可能和煤价 或者是入货价的前后 那个匹配度 可能会有少少的关系 但详细原因 都要等公司出面去解释 不过无论如何 因为市场预期有这么大的落差下 股价出现一个这么大幅的调整 都很难避免 明白了 如果这样的话 拿个股价图出来说一下 问一下你 其实现在你说的市场是什么 在等公司解释 为什么 明明煤价已经没有怎么大升 理论上盘数应该做得好些 结果又要虚成六亿多呢 看到今天的价 就叫做大约 落到之前近六七月的时候的低位 如果是这样的话 市场是等的 是否可能有货的 不如跟市场沽了先 等它解释了 等公司给一些明确的讯号 大家才决定去捞它 还是怎么样 部署上 我想沽到这些位置 或者跌到这些位置 再去减仓 就可能没什么必要 除非你今早开市的时候 其实减得一次 原因就是 因为通常这些电力股 其实那个股价走势 其实都很跟A股 因为A股 它有个涨跌停板的限制 因为今早一开一波 已经A股跌停板 因为它有跌停板的限制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它这下A股 究竟会跌到什么位置 但是对于这么大的电力股 或者国企 其实连续两三天停板 其实我觉得机会 应该不大 所以很大机会 今天跌停板 我想收市前 都应该继续停板 但是我相信有机会 如果明天A股再开市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打开这个停板 例如跌5-6% 或者10%以内 如果你两天加起来 其实都跌少过20%的话 可能H股这边 可能会稍微出现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即是若然公司又未出来 即是未来一处解画 如果A股那边又稍微打开了停板 那港股里面 即是再出现一个技术反弹的时候 到时才再做一个减持 其实都未迟 好了 即港股方面 你看到跌幅 大概来到11点多钟 就扩大了2成半 那A股方面就没办 因为它们有跌停机制 因为一开始就已经很快跌停了 跌一跌就跌停了 那你就说 可能都暂时都要看定些先 看看A股方面 明天如果再开出来 会不会再跌停 先看看找机会走 不过就 你就觉得现在等消息明朗化 似乎都不要急着 谢谢Alan详细分析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各位 本港楼价是继续见超过三年半低位 差享物业股价储公布 9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是年跌4个月 按月跌幅扩大至2% 按年跌9% 是自2019年1月以来的低位 年初至今楼价是累跌8% 所有面积分类的单位 按月比较都录得下跌 当众以430至752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 跌幅最大 其次是430平方尺以下的小型单位 另外 9月份租金指数连升5个月 但按年跌大约2% 人民币中间价连升2日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 最新是报7.157对1美元 较上个交易日升68点指 市场预期 美联储或是会减慢加息步伐 美元是受到影响 带动现货人民币回升 但其后会价又回軟 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价 是对1美元都跌到7.2水平 另外人民银行进行2400亿人民币 在逆回货操作 扣除今天到期的逆回货 单日在市场淨投放2380亿人民币 内房旭辉控股开市前停牌 是等待看法内幕消息公告 公司今个月中透露 由于内地国庆假期 令到汇款到境外 去偿还债券利息等等有滞后 一直是和债权人对话 尋求解决问题 强调商业营运是维持正常 消息到这里再会 今天节目时间 港股今早曾经上升到15800这个水平 暂时现在升幅就收窄了 现在最新正在升319点 正在15634点 各项的分类指数全线都继续有得升 总成交628亿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了嘉宾 一起谈谈大市 这一节有Ken在这里 HelloKen 是 早晨Chrystal 早晨和大家 早晨和大家 是 你好 看着行指今天有得彈一下 但是现在的升幅都继续收窄 而且看过内地股市 其实真的半天来说都比较弱 去到中午收市 四大指数全线都要微跌 现在看这个反弹的趋势 我们可以延续到多少 以及那个帮助可以刺激到有多少 我想这次调整下来调整得比较多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说人民币的弱势情况 是加速了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想第一件事 如果人民币能够存稳的话 当然有一个更加大的反弹空间 这是第二点 第二点要看下比较指数 其实是相互关系 我觉得第一个关口 就是刚刚在四天前 下来的万能点那个水平 那是第一个阻力区 你看到今天都要回来那些位置 未能够彈穿的话 你都不用再看更加高的水平 一萬五五附近 其實已經挺接近底部位置 只不過反彈力有多高 如果實際上紅金比率大上是320 萬七 一萬七千多 鬆一點 那不會一下子就空刀上去 這個是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 因為暫時人民幣處於一個比較弱勢的情況 第二件事 會不會在未來11月頭附近 香港有個金融峰會 都會做就在一個短線有一個反彈的空間在那裡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住 但現在暫時上1萬六 第一個位置 第二個是1萬6千5 即10千和20千 那兩部關口位置 相信是短期的反彈力區 那如果是呢 去到1萬六這些水平 那個升幅不算太多了 都是只有三百多點左右 這個時候去反彈是否值不值呢 還是說等於11月 你剛剛提到這個金融峰會 可能有一點點憧憬 要不需要看定這些因素呢 我相信反而看定的話 因為現在你每一轉都是一個反彈 當你看定 彈了上來的時候 你才再去跟 再去追 可能已經很大程度上已經是到了頸部 反彈的位置 那反過來就是每一次搓底的時候 你真的要難列一個短線的反彈 只可以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少著 第二個重點就是 到了一些指示位 你一定延守地 第三個就是彈上來 動物標區也都要考慮成功 那你要做到這幾個步驟 和你要做到這幾個邏輯的情況的話 才可以文化言出手去做一個叫做反彈 因為這些事最欺負人的就是 它推了上去一千幾百點 那你就覺得是轉勢 但是可能不是轉勢的 可能是反彈 到了阻力區又會再反覆下來 但是我們現在先做一個假定 因為幾次到了一個叫做國溫點點 都會迎來了一個叫做反彈的維持區 現在晚五點就暫時當著它的一個叫做重要支持位線 如果接下來一路都跌不穿回晚五 反而就是逐級逐級向上 我覺得就有個二千點的波幅 讓大家拿力做一個波幅裡面的炒索 所以不要想著彈了站得穩 然後才再考慮 因為很多時候彈了上去 我當你一萬六千多 你才考慮的話 可能上面真的只剩下三幾百點而已 所以只可以做一個策略就是見過行步 去做一個叫做分斷的部署 好 都是小著去看 暫時看上網就先看著萬六先 再上去就去到萬七這些水平 恆子現在繼續就升大約三百多點左右 我們都跟進了內地股市方面 還有中五收市的情況 見著四大指數早段的走勢就好一點的 上證指數就去到中五收市計 都要失守三千點的大關 去到中五收市 今天做在二千九百九十七點 就要輕輕跌兩點 互心三百指數都要跌四點 至於創意版指數跌幅0.5% 跌14點 Ken 這一節近來多業績 我們都跟一跟業績的情況 看看中媒能源 第三季的順利其實都有增長的 增長到按年來計可以升到三成八 賺到五十九億人民幣過外 但是見著收入其實就要跌一成二 不過見著股價來說 今天就明顯跑輸過大市 只是輕輕靠穩 Ken 之前其實都發過刑起 是不是這些消息反映了 我想如果你純粹用業績來做標準的話 之前已經發了刑起 大家已經有個機會打底在那裡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意外景氣在那裡的時候 股價不會有太大的傳訊 還有如果你純粹以分煤炭股 他們那個高位叫下來 比起其他股份 其實他們的煤下來的時間點 和煤下來的幅度 其實相對地都是剛剛在十月頭附近 煤了大概一個月附近 我覺得要留意著 第一就是接下來國內自己本身的政策 對煤炭的價格有沒有一個比較大的壓抑 如果你看看二十八的會議裡面 或者說國內自己本身對一些資源股 或者資源裡面 尤其是煤炭的價格來講 相對地那個壓抑的可能性都會很大的 所以變相對上尤其是開完二十八之後 你看到那些煤炭股 近來那個勢和總前說的 都有一些叫出入在那裡 如果變相 當然大家都會說 冬天取暖的情況對煤炭股 或者煤炭價格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來到這些水平 反而我覺得是比較要遲形否定一點 如果那些煤炭股好像中煤農圓一樣 下面支持位置貼回去大概五角八附近 這個位置我覺得你買進去的話 上面七元助力已經層層壓住在那裡 反過來有些內性 拉回來六角八 這些五角八 五角九才可以考慮的話 勝出會比較高很多 看著整個政策上 對於這些煤炭股來說 人家的壓力比較大 暫時看著五角八做個買入價 可能直播空間比較多 我們都看著其他煤炭股 不只他 神話其實明天都會公佈業績 Kent你剛剛說過的一些因素 似乎都宏觀比較多 政策上還有看著煤炭股 如果是這樣 神話明天業績都沒有什麼憧憬可言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憧憬業績的時候 如果正正正正正正的市場 平均是早三至四個禮拜去憧憬業績的 就不會在業績公佈前一天去憧憬的了 過今年剛剛第三個月就撞正一個 叫市況比較不理想 所以你見到股價 神話自己本身去到二十四元邊附近 就無二雲計 那和中梅良績情況類似 如果現在講的是二十二個嶺 附近這些水平 鎖定了它的波幅區先 現在那個波幅區 我相信如果由七月到現在 拿著了的應該就是大概二十一元邊 是重要的支持位 那二十四是阻力 如果是拿著這個波幅來做標準的話 貼近二十一去做部署的話 相對地也相對地會比較安全的 好 貼近二十一的這些水平 那股價上就都比較反覆 剛剛就曾經是跌過 暫時就現在股價收回二十二個六的這個位置 阿Ken 我們就談一談 異棟股粒不如維他奶 同樣都是有一些業績的數據出了 看看情況先 就發營起 至九月底的半年就說 預計可以比起去年同期 都升到三倍至三倍半 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說內地的業務力量大增 另一個就是有政府補貼 疫情補貼 都有近六千萬的 見著的股價來說 今天就曾經升過一乘三 都突破了一百天線 看了那個RSI 其實都似是有個先行突破的了 九日的RSI去到七十六這些水平了 Ken 你看這個炒作還有個升幅還有多少 我想先不要這麼開心 因為其實你見到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港府補貼出現了量度 自己本身有個大力量的情況 如果你除了補貼的話 那是不是一個很特別的轉世的情況 我不相信是 反而維他奶的產品其實有很多 大家都要留意著 在香港業務會更加重點位 尤其是在中小學或者小賣房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你今年見到 開始叫復上 是有些叫可以回校上貨的情況 所以對業績有支撐作用在這裏 但是要留意一點 上面層層阻力在這裏 現在暫時12.8附近 應該都幾大壓力 所以今天推上去 近日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貼著12.5至12.8 不妨可以考慮成一成功先 好 再炒了空間就不算太大了 暫時看著12.512.8這些位置 今天就上回50和100天線 Kent這一節和你談到這麼多 我們休息一會 港匯現在還升200多點左右 有什麼股份繼續可以跟著大市升 當中可以看看電子英概念 會延續到昨天的升勢 好像斯摩爾國際 現在升幅還有一成七 曾經升過三成左右 以過去幾個交易來累計 都是升了差不多五成 現在上回10元以上 其他電子英概念估計 都可以向好 中國波頓升到一成 華補3%的進漲 就是內地最近公佈了下個月 就會向電子煙收消費稅 市場就為有利到行業發展 亦都利好這個板塊由資金追捧 其次今天見到黃金相關的股份 繼續做好 當中資金升得比較好些 有6%左右的進漲 焦金都升到4% 和大家看下跌的股份 當中包括電力股跌得比較急 大唐發電 第三季就要錄得虧損 股價暫時跌成2成4 連大麻其他電力股都有估額 華電國際跌8% 華潤電力都跌4%左右 趕著那麼多 昨天就要錄得很離開 他人說不懂 過程的英讨 黃金龍琼依旺 高手 還叫身體 翁 趕著 回到節目時間 看到港股這一刻 升幅收窄只有200多點 跟進一下活日港股的情況是怎樣 看到活日港股入面 排頭位仍然是騰訊2.1%的進漲 2.2%的進漲 調了下部在216.2% 盈富基金升2毫6指 阿里巴巴略為升少了 但仍升半成以外 現價是65.8毫半 微團升幅約3% 報133.5 恆生中國企業升9.8 現價是53.7.8 第六位股份 汐澤京東 物升幅都約9% 報161.5 若明深密40.5毫半 盡漲超過1.3% 新東方著線有分上榜 最新升幅有1.6以外 報在42.05元 股價結賣超過一年的高位 看看有邦升1.9 報61元整數位置 港交所235.4 升2元 主要藍炒股的情況都看看 當中留意背孔暫時靠穩格局 報在40.4 升1毫半 中移動升1毫半到48.7 煤氣方面暫時反覆向下跌一線 報在6.28元 嘉賓方面 我們這一節繼續都是視像連線到 Ken在這裡和大家跟進市況 你好Ken 是 早晨 早晨各位 Ken 我們先幫家庭觀眾 去解答一下他們的股票疑難 今早就有陳先生在這裡 你好 陳先生 你好 余小姐 我想請教Ken 就是那一天藥營生物 就今早彈到42元都未夠 那它回到40元邊那樣 其實二十大後 都只有一些消息對藥股有幫助 怎樣彈不起呢 還有如果真是萬一 彈後穿了40元 我想在40元邊入的 那如果穿了40元 你可不可以指示呢 陳先生現在完全沒有拿著 就是陽明生物的嗎 沒有的 好 都想問一下 Ken 具體的部署策略是怎樣做的 我想第一件事 其實你說二十大之後 陽明生物自己本身的股價 一直由高位壓下來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經常正在擔心一些叫外國的 一些叫制裁的消息面 有時有時無 時無有時有 令到它的股價大家要拿股票 只要看未來或者看有沒有信心 如果你一直都是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對它來說 一定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我覺得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當作一個儲藥勢的股份 來做部署 上面的阻力區其實都非常明顯 那個位置其實你逐級看 十天線當然大家現在看著 但是如果你計算5至6日前 那個列口跌下來 大概45到46 你不是那麼容易上回去 上回去我只可以說 恭喜你 貿50 現在你在這個位置偷空買上去的話 或者你是 我打算貼著40元附近去買入的話 可以提醒你一點 就是如果接下來你在這個位置附近買 或者是近低端位置 因為它近來的低端位置 是說了37.5元 那穿37.5元 或者是收穿37元的 我就選擇來場 只可以少住來做部署 因為你始終明顯見到是弱勢股 弱勢股的 你要是和這個市場做一個相反 做一個局局反彈的 一定要定好駐馬 嚴守紀律 定好策略 穿紙錢 如果你想不回來走 目標現在暫時 雅天線附近 比你厲害一點 就是大概44-45 附近這些位置 應該的阻力都會比較大 阻力位就看著大概雅天線的位置 留意一下陽明生物 今天暫時從高位都見過42.5元的位置 一度都升了6%過外 不過見到最新的升幅 都是只剩1%左右 升到5毫子 佈在40.5元的現價 好了 我們幫完家庭觀眾 解答Block股票而難 我們都跟下個別的企業消息 看看一隻內險股 中國平安 頭九個月的純利 按年減少超過6% 賺到大概764億人民幣 主要都是受到國內疫情 多個地方都爆發 帶來一個短期的衝擊 和資本市場波動影響 單單計第三季 純利有大概161億人民幣 安年跌三成一 看業務劃分 利潤佔比最多的售險和健康險業務 頭三季按年倒退近一成 財險和資產管理都錄得按年跌幅 但科技的業務又得流規位型 看看管理層怎樣說 短期之內國內局部疫情都有發事有發生 見到經濟復甦承壓 消費和投資恢復都遲換 都說到公司業務增長有一定的挑戰 同時國際環境依然都是比較複雜 信用風險上升 資產質量持續有壓力 見到權益市場波動加劇 另外也有個消息 有些高層人士變動 集團都公佈 委任一個張智淳出任公司首席財務官 到和Ken請教一下二三一八 見到頭九個月的純利來說 按年減少6% 不過今天來說 平保股價反而升到2%過外 是否之前市場已經是預計了這次業績沒問題 其實今天這兩天是做反彈的原因 因為在星期一整體大市跌落 而平保股價跌的幅度比較多 這是一個很大的反彈點 你出了業績 業績其實不是特別的 什麼英俊的業績 很明顯是有一個叫倒退的情況 第二樣東西 幾個因素點 第一點就是投資收益 我想在國內自己本身 都不會有太大的表現 第二樣東西 都要留意著 是客觀環境的因素 經濟的情況 會不會對它自己本身 那個叫保費收入 或者是投資收益 有一個很大的增長 也不是太見到 反而如果你用技術指標 我覺得要留意著一點 今天彈得不錯 但是如果你追回四天前 有一個下跌的關鍵點 大概37元附近 這個位置 其實大家如果反彈也好 或者它要轉勢也好 它不想到37元以上 那我相信 那是一個很龐大的阻力區 所以如果你有貨沒有貨 都要看著這個位置 做一個移軌的話 那就會比較特心年壽一點 因為始終 暫時基本因素面 沒有什麼特別可以 叫做很大的衝擊 或者令到它自己本身 很大的反彈上去 反而看回一些資金流 看回它的成交 看它自己本身的技術位 有沒有一些突破 有的話 有些資金肯定進去的 這樣可以看高一點 如果不然的話 37元應該是比較大一點的壓力 看到平保最新都有2.8%的升幅 不如我們參考大行怎樣看它們 部分大行調低了目標價 高盛和野村害怕 平保新業務價值復甦 受到疫情拖累 和內地股市A股那邊波動 都會影響投資回報 看看野村怎樣看 它說到新業務價值率 超過預期 因為疫情阻礙了高無利的 保障型產品銷售 目標價最新看到65.63元 高盛因應10月份的股市再跌 加上調低平安銀行的股值 目標價將平保都降到69元 摩通就樂觀些 預期第四季的新業務價值 有得回升 而且股息率白來都算吸引 都想問一下Ken 你到底買大行哪一邊的看法 我比較買基本因素 比較負面的是一個因素 但是第二樣東西就是 大家看目標價和現在的價格 還有成無雷工那麼遠 我想目標價還目標價 到不到價是另一個問題 或者是什麼時候到價 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我覺得 用回我們一個最簡單的依歸點 它達到它什麼水平 還是做什麼指標 但是暫時反反覆覆在經濟數據 再加上它自己本身的一些 一些新業務價值 或者再加上它自己本身的發展前景 再加上投資收益的話 有反彈 但是你說要好像之前做得這麼帥 如果肯定的股價去到50元 40-50元 我相信 暫時就未必會這麼容易見到 今天評寶高位都見過35元 流上升幅都一度超過4% 最新有升9毫半指 升百分之2.8 報是34.45 看看恆指最新的情況 恆指升近266點 報15584點 成交超過665億 這次謝謝Ken和大家的分析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港股每日的市場過後 就見到衝高之後有所回信 以隔晚來說 雖然美國股市有個別發展 但是中概指數 即是納指金龍中國指數 反映中概股走勢 升幅到7% 美匯失守110之際 離岸人民幣也曾經有所反彈 去到7.16的水平 有利於我們這邊的港股表現 所以昨天我們說反彈超過過100點之後 今早早一度是高開幅度去到超過400點 最多進漲去到515點 高見過15833點 其後來說 剛才提到高位過後 升幅是有所收窄 還有人民幣 彈勢也未能持續 回升幅度是有所收窄 令到恒指 日中低位在15575的位置 即是我們中午收市 都是貼近在低路附近 進漲去到266點 首發在15584點的位置 分類指數全線向上 總成交去到超過665億多 跟進了最會有港股中午的形勢 包括一眾的科技戶 看看最新的情況又如何 最會有港股來說 是頭一圍 騰訊去到216元的水平 以今日來說 進漲去到百分之二國外 升幅去到4.6元 日中高位做過222元 其後來講就升幅收窄 出發支小小的小陰燭 兩年小陽燭之後 今天就反彈過後 升幅跟隨著 即是跟大師一樣有所回順 迎負基金跟隨著大師向上 升幅去到2.8元 阿里巴巴彈了半成國外 首發在65.8元的水平 也跟剛才我們說過恆子一樣 都是低路附近去收 回上回到3.5元的進漲 美團升幅2.7元 恆生中的企業跟隨著國子走 升幅不足2% 六至十位都跟進了 京東集團進漲去到接近9% 陽明生物彈幅去到1.2% 今天的若股好像升得慢 新東方在線 我們稍後會再說 新東方是今天繼續做好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新東方也有業績數字 以及衷景著 電商消費旺季 雙十一 帶動他們的收入表現 新東方在線 今天再次創出超過52周的高位 有所突破 升幅到埃近1.7元 陽光保險升了1.95元 港交所升幅到0.9% 簡單問大家關心的藍籌股 匯豐控股首賭在40元水平 升幅到0.5% 整版本都是有幫做得比較好些 進漲到3% 後市的方法 我們有嘉賓Chris和我們聊 Chris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的 形勢來說 我們彈回後 就縮了很多 還有明天來說 就是奇節的日子 這個時候是否要小心點 是的 提起 其實昨天的市況都曾經升得很強勁 隨後下午開始回落 在分分鐘圖上 奇子見到是做了一個圓頂 今天都是有點像昨天的情況 反映其實承接力是不太夠 因為今天始終高海下來之後 都是中午接近半日低位收市 反映其實暫時來說 這個都像一個技術反彈為主 值得留意的就是 其實在過去這幾個月 曾經都出現過這些反彈 上一次就是在10月5日 再早一點就是在9月9日 大家留意到一件事都挺巧合的 每一次反彈完之後 翌日都會高海低收 隨後就隨隨向下再破底 似乎這個情況是沒有改變的 大家不要太準確撈底住 反而有些戒心 會不會那市在奇節之後 繼續向下走 其實你說過圓頂上的位置 分中途 就已經在11點之前已經做了 當然頂就是今天的早段最高位 15800點的水平而行 剛才你的判斷就說 綜合近期的數據顯示 其實我們有機會行指 今天彈完一陣 其後過了期幾天 有機會就逐漸試下行的趨勢 前期我們說還收到14900點水平 暫時去到這些尷尬附近的位置 即是你說當作一個逃生門 亦都可以 但是本身如果是沒有貨的話 會不會說留待時機 再進入一些彈藥 首先我相信大家先情報太先 因為由6月至今 其實我們見到大部分時間 行星指數方面都是下跌的 反彈只有2、3天 而且幅度比較少 所以如果大家是做淡的朋友 其實應該會比較容易一些 但是你真的要撈底去駁回一個聲勢 其實是相當困難 所以你說真的撈底的時候 現在真的不是一個時候 反而如果做淡倉 可以等待未來兩天 有一個明顯的下跌趨勢 可以有開淡倉的 行指半日來講 升幅去到266點 今天就靠著一些科技類的相關股份 有了推升大市表現 但Chris剛才也講到見解 這一陣的升幅 其實都差不多是短期的尾聲 我們說如果拿著一些科技股 我們怎樣做呢 半日當炒板飯環節 詳細講講一下部署 不容多說 很多隻在聚會的港股都出現了 形勢就和大市的情況一樣 飆高完一輪之後 就升幅是大為回信 Chris 我們反過來講 Short他們 即做淡這班科技股 會不會比較容易去操作 一定會是 要等待機會 因為大家可以留意到 譬如我們用阿里巴巴 大家都比較熟悉些的股份 其實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在12、14天 港股顯著地大幅下跌 其實一種科技股 都是跌下來比較急 隨後那天 在12、15天 其實是做了一個反彈 ATMXJ每次都做到 然後昨天其實開始沒有力 我們留意一下 通常在急跌之後做完技術反彈 再穿底的話 其實走勢會持續向下 而阿里巴巴為例 最關鍵的水平 就是在10月25日的低位 60.25 其實ATMXJ每次都是差不多的走勢 一旦穿了這個近期的低位 即我們叫做過一個星期的低位 其實走勢是繼續向下的 今天留意多一點 半日市來講 ATMXJ只有一隻 9618不是陰燭收市的半日 所以其實普遍都是很弱勢的 是的 其實京東你說是否特別帥 今天上十天線 沒有說陰燭 但是都是出十字的形態 阿里巴巴要看 你講的60元邊 亦都是去到香港上市的 新低的附近 看看它是否閃不閃 如果破了的話 可能都要沉一沉 半日來講 都膽回到65元水平 65.8 留待時機去做 反過來做淡 半日升幅去到5% 其餘來講 京東集團升幅比較顯著 升了去到接近9% 現在就算是一些業績發佈 和盈利預告的密集時期 我們先加一些相關的股份 這班做得不錯的 維他奶預期中期多賺最多3.6倍 今天就營起了 股價今天上到去過多 接近兩個月的高位 急升去到一成過外 11.82 另外啤酒股 白威頭三季多賺到8% 股價上到17.82 升了6% 新東方和我們剛才會有講過 我們報過他的新東方 在線齊齊向上 新東方今天都追回到50天線樓上 上季業績轉回賺錢 升幅股價半日去到2.4國外 Chris 有沒有哪種 我們可以值得去跟進一下 留意一下 維他奶方面 今天去到一些接近阻力位附近 因為都升得比較多 成交都是配合的 但留意到這個位 其實有機會是越來整固 如果能夠整固之後 再衝上去的時候 反應有成接 後市會好些 反而剛才所提及的新東方 例如是9.01 其實相對炒味都比較濃 以及波動性比較大 未必適合一般的投資者 最後再講到啤酒股方面 其實鮑威今天彈了上來 成交亦是配合的 挺多的 但是留意一下 股價走勢方面 其實都是維持下行趨勢 以及過去這一個多月跌得很急的 現在純粹都是跟回整體港股的氣氛 做反彈 似乎不是太夠力上升 所以大家要挑選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整體來說 維他奶方面走勢會好一點 但是現在市況的氣氛 其實都是偏膽 大家去入市的時候 真的要控制資金 是的 確確啤酒股之一的百威亞太 只不過是低位膽上來兩天 第二支小羊粥 今天上到十天線 也有些不是好站得住 最高位貼近18元水平 已經有一點點打回頭的跡象 維他奶來說 視乎市況 但是已經在當中 走勢上走得比較漂亮一點 近期陰些陰些陰些這樣上 即是畢除今天比較大小小的羊粥 成交其實多一點 但是前期開始 比較上來講的密集區 9月當時初 頂部又是12元位 那這些水平 我們應該怎樣去量度的勝負 第一件事 今天正如所講 去到一些密集區 是一個阻力位 大概12元左右 我相信短期會做個整固 但是再看遠一點時間 其實3月份 至7月份 是做了波動區間 介乎大概12.3至15元左右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真的破到這個短期 剛才所提及的12元阻力位 其實有望是挑戰下15元 不過始終都是氣氛不好的時間 大家是要小心的 是的 如果市況要向下的話 對於它的升勢 都可能受到限制 維他利來講 今天就最高 當然突破了100天所在 100天線所在之餘 亦都上到超過一月高位 曾經上到12元以上 其實來講有所回順 搬一樽張去到10% 好 謝謝Chris 和我們先分析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再看看